先多謝各位粉絲的支持 大家好 早安 早安 我是蔡醫師 多謝光哥 桑姨為我介紹 亦都見到有些新的面巷 有些之前未來過的面巷 都非常開心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 大家可能看到少少了 就是感悟中醫 病重怒起 即是由中醫的角度 看看我們情緒方面的一些問題 為何今天從病重怒起 來帶出這個話題呢 為甚麼呢 怒即是甚麼 怒即是發怒 一般人覺得是發怒的意思 發怒當然是不開心 為何說病重怒起呢 因為我們身處在香港 一個比較節奏急速的社會 很多不同的事都在繁擾我們 正如你們在座那麽多年輕的朋友 很多時又犯些甚麼 哎呀 兒子又怎樣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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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兒子又好酸 即是很多不同的事都在繁擾的時候 有時真的好像心醫所 有一種無名火 要上來 所以香港人呢 尤其是我們的社會 現在這麽多的社會的問題在這裏湧現 那分敗比較嚴重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真的會被怒氣這種東西 充斥著我們的身體 但我們怎樣能夠調節它呢 從中醫的角度 怎樣能夠自我調節呢 我們今天呢 就從這個方向呢 一起來看看好不好 好 首先呢 想問一下大家 即是你們覺得 生生生生生生生 可以引致什麼病 我剛剛大了出來 還可以引致什麼病 大家覺得 生氣可以有什麼病 頭痛 頭痛 好像你就是 會不會 一生氣就會頭痛 有些人不會的 甚至會頭暈 還有什麼 大家生氣的時候會有什麼 胃也會痛 都有可能 還有什麼 手震 生氣不生氣 正所謂 還有什麼問題 就是生氣的時候 你壓高 剛剛都說了 還有什麼 膝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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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不同的問題 都可以容易 我們來看看 最常見 或者廣場做的時候 那些人覺得 生氣這些東西 可以引致什麼問題 剛剛你們說了 要壓高 是不是 會生氣到爆血管 會不會 會不會 立刻 躺下來 可以的 是不是 都見過 那些劇情 我們經常看電視劇 這個老爺奶奶 通常就是 看家嫂有什麼事 看兒子有什麼事 一下就躺下了 爆血管 還有什麼問題 中風 會不會 人家氣得太厲害 或者很勞累 的時候 真的身體比較弱 又引致中風 就是突然之間 就整個人暈倒了 不省人事 都有可能 會不會生氣到吐血呢 這個更加多 還是自己的情節 然後就吐了整個淡血出來 都有可能 是不是 我們等一下 我們再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 生氣到暈了 是不是 大家剛剛說頭暈 是不是 生氣到震 剛剛聽到 有位朋友說自己 生氣的時候 說會手震的情況 其實好像真的 發生氣 會引起很多 不同的身體問題 這些身體問題 有時候 我們就要認清楚 原因在哪裏 我們一起來看看 今天我們說感誤中醫 什麼叫感誤中醫呢 就是我們去感受一下 中醫這件事 帶給我們 對於情緒問題 調治方面的一些啟示 首先我們要了解到 什麼叫做氣 中醫經常說氣這個字 是不是 什麼叫做氣呢 中醫經常說你 氣虛 是不是 有沒有人被中醫說你氣多 有沒有人說你氣多 有沒有人說你氣多 因為氣多了的狀態 氣多了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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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太多 和太少 對於中醫來說 都是不好的 太多的時候 氣就會變成一種的火 一種的熱 所以氣這件事 這樣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中西醫都有不同的看法 西醫大家可能 不了解得多些 西醫我們說的那個人體 那當然是強調整個人的 物理上的結構 是不是 就是我們會 你切開一個人 你會見到 有個心在那裡 有個胃在那裡 有個胃在那裡 適合你的胃痛那些 是不是 有個胃在那裡 你發現切開一個人 的時候 見到很多不同的血管 強調人體的物理結構 會有一些有機和沒有機的物質 去組成一些的結構 是不是 又有細胞 我們用遠眉鏡去看的時候 有一些組織和器官的生理系統 很容易理解 因為這一次都會我們見到 解放學上面 會見到的 但是中醫怎麼看呢 中醫是一個大家比較小聽的生理學 因為譬如我們現在 我們的小朋友上課 他們不會教中醫 是不是 你有沒有聽到自己的孫 或者自己的兒子 在學校之後 發現說 今天老師教我們什麼 叫做唏噓 這樣 有沒有這樣 好笑 因為中醫沒有藏入 我們那個 學習的範疇裡面 但是中醫這件事情 很有意思 我們以整個身體 來看 唯一一個正體 我們不會把一個人分割開看 正如 公公你們說 生氣 有胃痛 是不是 可能會有胃痛 可能會頭痛 頭暈 可能會怒到暈 怒到疹 那樣 即是你頭痛的時候 普通人 會不會想 我要醫一下這個外套 這樣 有沒有人這麼聰明 在這裡 有沒有人覺得頭痛的時候 我不是要醫頭痛 我要醫一下外套 這樣 很少人會這樣想 是不是 即是頭痛的話 就是吃止痛藥 是不是 發燒的話 吃退燒藥 是不是 還有暈的時候 就是吃止暈軟 是不是 好像這樣的治療 會比較上 是 好像會即時一點 是不是 好像會快一點 但是不是 終於呢 的說法就是 我們整個人體 即是你的頭痛呢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身體裏面其他 五座外款的問題 比如可能阿套就是 乾火上來了 那些火在上面 那樣的頭痛 可以呀 可以呀 頭暈的時候 也都未必只是頭的問題 會不會是人體氣血比較弱一點 導致氣血上不了頭 那不夠營養了 那就暈了 是不是 都有可能 之後你看這個人的時候 終於會把整個人 作為一個整體來看 是什麼意思呢 有沒有人知道金木水火土 呀 大家沒有人說知道的 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你們 是不是太難了 聽個一堂木水這樣 金木水火土 大家應該聽過的 但是呢 你看到呢 如果我們由木開始看的時候 我們向右一齊導一導 木 接著是什麼 火 接著是什麼 土 接著再向下呢 金 然後就是水 接著又到了什麼 木了 是不是 你會發現呢 原來如果我們不是背金木水火土 我們背的是木火土金水 剛剛好呢 在這個五行的表裏面呢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又生木了 原來木火土金水呢 是一個雙生的狀態 那反過來 就算了 結合了 木結合 向右是什麼 土 是不是 土結合 向右是什麼 水 接著水黑火 火黑金 金又黑木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了解 五行的一件事的話呢 背木火土金水 大家就了解了 不過呢 有一點點難了 我知道對於大家來說 但是你怎麼看呢 你會看到五行裡面呢 隔離的 有一些情緒在裡面的 是不是 如果大家眼力夠好呢 所以有時候真的要看 又會 即是乾火傷的那隻眼呢 你會大家看都沒有那麼好 是不是 大家看到呢 五種的情緒 它呢 分別屬於我們 木火土金水裡面呢 幾種不同的 五行裡面的 我們等一下呢 和大家續一去看一看 所以呢 我們分析 什麼叫做怒氣 什麼叫做怒氣的時候呢 原來 是一種正常的情緒來的 是我剛剛發了呼提過的那次 為什麼叫它正常的情緒呢 因為本身是好東西來的嘛 很有衝勁的一種狀態來的嘛 你不要有這種怒氣 很有衝勁 去跑步 去完成一些東西 很興奮去做一些東西 這個是好的怒氣來的 但是怎麼樣呢 就是我們太過了 太過了 太過了 發怒了 哇 怒到面紅 而且眼火爆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剛剛看到 怒氣呢 屬於我們身體裡面 五臟六腑的什麼 肝和膽 所以呢 原來怒得太過的時候呢 就傷了我們的肝和膽了 傷肝的時候 那時候蔡醫師有些什麼問題呢 原來呢 中醫說呢 肝的經絡呢 是會向上呢 連繫著眼啊 又連繫著我們身體 左右預防的這些狀態 所以呢 你會發覺原來怒得太過的時候呢 連繫著那隻眼啊 那隻眼是不是乾一些 是不是夾一些 是不是赤一些啊 是不是口都會乾一些夾一些啊 是不是好像水被人抽乾了 那種火呢 蒸乾了那些水 哎呀 有時氣得太厲害 是不是覺得哎呀 胸口啊 兩邊啊 好像頂住頂住那樣啊 哎呀 就是一種呢 氣得太厲害的火啊 氣又困住了的狀態 所以原來呢 什麼叫做怒氣 是一種正常的 好的東西 但是氣得太過的時候呢 就傷了我們身體的五臟六腑了 所以 過太過的東西呢 就變成呢 會引致到我們的狀腑呢 有一些功能上面的紋亂 或者一些甚至病變的狀態 是不是 就是如果經常出現這一種狀況呢 情緒過極的這種狀況呢 就是無論是喜怒休思飛虎經都好 今天我們講的每一種情緒都好 太過呢 對於我們的身體呢 一定是一種消耗的 是不是 一定是一種消耗的 功能過 好啦 我們看了什麼叫做氣了 是不是 大家認識到了 又知道呢 什麼叫做怒氣了 是一種正常的情緒來的 我再和大家呢 介紹一種中醫 我們怎樣去調治自己情緒的方法 這種方法呢 叫做情治五合 心裡刻法 就要利用到呢 剛剛所和大家講過的 這個木火土金水的循環 很簡單的 我們逐一點來做好嗎 逐一點慢慢講一下 怎樣能夠自己 作為自己的醫師 這些 看完這個 調治情緒 不用拿我的卡片都可以了 真是 如果你學會了這種方法 自己可以調節到自己的情緒 不用醫師都可以了 真是 我們首先來看看 在右下角的時候呢 你們會看到 都是有剛剛呢 帶給大家的那個圖 是吧 木火土金水 那你會發現呢 在雙刻的時候呢 如果聯繫回我們的情緒呢 就好像我們的螢幕上方上面所寫那樣 原來怒這種狀態呢 就黑屍 屍 黑恐 恐能夠抑制起 起能夠抑制飛 飛呢 能夠抑制回露氣這種狀態 是吧 在上面呢 寫了給大家的了 如果大家看不到的話呢 可以慢慢看 是吧 慢慢看 然後呢 很多情況裡面呢 出現了這種狀態 我們做樣子去看吧 好嗎 首先呢 我們先看火黑金 起 能夠克制飛這種狀態 很容易理解啊 是吧 開心的東西 自然能夠戰勝一些悲傷的東西 是吧 是吧 所以我們如果一個人很悲傷的時候 看一些笑片 是吧 就是開一下笑片來看一下 看一下 有些小狗 是吧 有些小狗 有些古怪的表情 不笑一下 很開心 很正常 這個大家都可以做到一條節 是吧 就是不單止在自己裡 如果你身邊旁邊那個老公 老婆 或者朋友 他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開一些笑片出來看一下 好嗎 說個笑話給你聽啊 從前有三隻青蛙 他們三隻都吃了一隻蝦 那三隻青蛙就變成了 嘩嘩嘩 那樣 就是說個笑話給他聽 原來呢 可以能夠戰勝飛上的狀態 很容易理解 是吧 再下去看吧 金黑木的狀態 即是一個什麼狀態呢 悲傷 能夠 克制 怒氣 怎樣去看好呢 或者一個人如果生氣 生氣得太過了 生氣得呢 哇 覺得面紅而青 是一個人呢 很不舒服的一個狀態 要怎樣呢 就帶他去看韓劇咯 是不是 哭哭咯 或者呢 說一些很悲傷的事情 給他聽咯 大家一起哭哭 原來能夠適制回呢 我們那種大怒忍的狀態 即是有些時候 如果你真是因為子女的東西 因為自己家庭生活的問題 哎呦 覺得很憤憤不平 覺得真是很生氣的狀態 怎算好呢 其實有些時候哭哭呢 都是一種蠍蠍的 是一種蠍蠍的 是吧 原來對自己身體是好的 不過要記住 這一種克制的狀態呢 太過都不會過 你就不要說 哎呦我哭了四十天呢 等那個生氣都過了 這樣 那我們又不行了 因為我剛剛說什麼 悲震氣燒嘛 是不是 太過呢 對於人的身體是一種損害來的 所以哭的話 哭一兩次 算了 忘記了它 令到這種 屈住屈住很生氣的狀態 消除了 我們就算了 是吧 重新出發 依靠著上帝的話語 接著去看 怒勝於思 木刻苦的狀態 用一種正常的怒氣 即是怎樣 很有憧憬的 很興奮的狀態 去克制一下 我們經常思考得太多 擔心得太多的狀態 怎樣看呢 呃 有時候我們 可能真的擔心著一些東西 即是憂慮著很多東西的時候 不妨呢 試一下去跑一下步 去下山 去呢 唱一下Key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唱 唱一下歌吧 好嗎 或者下去 那些公園裡 跳一下舞吧 對嗎 很有衝勁的嘛 很有正能量的嘛 或者一起做讚美粗 對不對 都是很有衝勁的東西來的 原來呢 能夠打通我們思慮上面的屈結 打通我們思慮上面的屈結 終於呢就是這個問題 再看剩下的兩樣 思勝於紅 用思考 來抑制我們的恐慌 就是一個人呢 如果你很害怕的狀態的時候呢 你跟他說 不要搞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你還有老婆子女的嘛 是不是 就是你談判專家 就是經常都會用這種 有道思考的方法呢 去剋制一個人 心理上的恐慌 這個又很具體 恐勝於喜 是怎樣的呢 用恐慌 來抑制 太過開心 開心到瘋了 那種你狀態 有些人真的可以開心到瘋了 我待會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病例 就是你原來呢 一個人原來真的太開心 你到底是怎樣叫他呢 但他還是很開心 是這樣笑 哇 發瘋了 那時候呢 你講一個令他很吃驚的消息 喂 你 你沒有拉褲簾啊 這樣 立刻他就開心不起來了 就是那個人的狀態很害怕 原來他激制 我們的身體裡面 大喜 太過開心 那種過喜 過散的那種的心態 原來呢 說著恐慌 能夠激制 一種開心的狀態 所以呢 中醫是很特別的 就是我們用中醫的理論呢 如果運用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靜水裡面 你原來呢 自己可以這樣調整 啊原來呢 有時候如果我真的太害怕的時候呢 找個書看啊 想一下 有時候太開心的時候呢 啊 不如 不如看恐怖片啊 是不是 或者如果隔壁的人 太開心的時候 喂 你講些 就是很害怕的東西啊 很驚訝的消息 就給他聽一下 原來呢 可以有這樣的一種 調整自己的作用 跟大家呢 講一個病例 這個病例呢 是在2000年前的了 就是發生在三國時代 東漢之前的 華堂 華堂 華堂大家認不認識啊 神醫華堂 神醫華堂 很多中醫師的 牌子都會寫著再世華堂 是不是 就是講一個醫術很高明的醫師 古代有一個醫術很高明的醫師 當時呢 有一個呢 一運之仇 就是講我們今天的省長 嘩 這個高級官員來的喔 是不是 找一下華堂看病 找華堂看病 那怎麼樣 華堂呢很詳細地幫他去診察 是不是 就是診斷一下 我覺得這個省長 他是思怒屈結 導致到那些氣血頂住了在身體裡面 所以在眾人屈屈掛歡 餓病在床 滴水不盡 一些東西都吃不下去 身體也頂住頂住 覺得很辛苦 很痛苦的感覺 華堂 他深深一際 想到一個方法 和這個省長的兒子呢 夾定了 我等一下呢 會用這個這個方法 做些什麼事的話呢 你要禁住你老爸啊 不要讓他殺了我啊 那華堂呢 做了些什麼呢 好了 他幫這個省長看病之後 一味藥都沒有開 唉 掉頭收了他很多禮物呢 走人啊華堂 走人啊 唉 喂 你沒有開藥給我啊 醫生 然後呢 轉頭華堂呢 還要寫信回去 罵那個省長呢 哇 省長 看到這個醫生 名醫來的啊 是不是 竟然做出了這樣的事情 當時呢 在乘露之下 哇 由床上來彈起 吐血幾聲 哇 真是生氣到吐血了 大家說的那些 咦 反正原來呢 吐了這些這樣的 屈結住的血出來之後呢 反而 將他的 那種身體裡面的屈結 打通了 將那種氣血呢 屈滯住的本身 那種心頂著在身體裡面的 是拋了出來的 哎呀 華堂這個時候呢 就醫好了 省長的命了 這個時候 幸好那個 省長的兒子呢 一早跟華堂交定了啦 這樣按著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呢 已經叫了那些人馬 去追殺華堂了 華堂 那華堂已經沒有死到的 很幸好 死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那但是這個故事 給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原來呢 我們剛剛所說 就是對於情緒的調節 惱勝於私 一個人的衝勁 一種生氣 很有靜能 很興奮的狀態呢 原來能夠真是 打通我們的思慮的物件 但是大家呢 不要想到 這麼嚴重 哎呀 我現在想的事情 想得很辛苦 很痛苦 哎呀 我又吐一拳 會不會好一點啊 千萬不要這樣想 這是一個很極端的病例而已 是吧 你做一些 抒發深深的事情 其實呢 也有相同的效果 不過你今天的醫生 就很難做到這件事啦 如果你今天 先看創醫師 看重醫師 我不可以讓你 吊頭來罵你 你投訴我啦 是不是 我還要被人吊銷 埋照 是不是 我不能這樣做 但是 作為我們今天參考的時候 你自己 自己 可以做自己的環保 是不是 認識了這種方法的時候 原來創醫師說 露氣 可以打通思慮的 你試一下咯 試一下就是 動一下咯 試一下跳一下 讚美衝咯 咦 那邊有步 你騎到小組有 你試一下出去 跑步 爬山啊 是不是 跟兒女去唱卡 好嗎 原來能夠打通思慮 對呀 給自己一個機會 嘗試去調製自己的情緒 好了 我們再下去看了 戲 我們了解了 露氣了解了 自己調製自己的方法 這個呈現任何深刻法 大家都大概理解了 就是 無論你之前那些 忘記了也好 你都記得畫棠 嘔結那樣東西 是不是 就是 怒氣打通思慮 惹劍這樣東西 是不是 很容易 好 最後呢 大家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中醫 能夠 能夠 醫治到 精神 呈上的問題 是嗎 我們一齊去看看 是啊 看一看呢 西醫的 一些的理解先 就是西醫所講呢 它的定義是什麼 一些心理情緒病呢 我們有些文字呢 幫大家 highlight了 看看一看 好嗎 心理問題呢 主要是由於家庭 社會環境等等的 外在的原因 外在的原因 還有一些患者 本身自己裡面的 一些的心理的素質 一些的心理的文存因素 外面的環境 加上自己裡面的東西 相互的作用底下 導致到 有情緒的問題 你會發現呢 其實它的定義上來說呢 西醫和中醫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中醫都會說 你除了是出面戶 工作很大的壓力 家庭很多的壓力之外 這個五臟六腑有些問題 是裡面有些問題 是裡面有些問題 外面有些問題 兩個互相加起來呢 才會出現一些身體的問題 就是情緒病內 好像孟子所講那樣 有諸內 必形諸外 身體的問題 所有的問題都一定是 你身體裡面的五臟六腑 有些什麼問題 你在外面 絕對會有反應 就是不要經常問醫師 醫師 你幫我看看我有沒有什麼 暗病啊 這樣 有些朋友呢 經常見到中醫的時候 你喜歡嗎 你幫我問一下 看看我有沒有暗病啊 其實沒有所謂暗病的 所有裡面的問題呢 都一定會在外面有反應的 是不是 譬如你現在切 代表著什麼 裡面五臟六腑 可能有問題 可不可以一些氣溫潔 跟著有一點點生氣 氣上得太過 導致到身體 有種氣態上咳的狀態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 有些人現在睡覺 可不可以因為脾胃太弱 導致到營養上不了頭 是吧 那不夠營養的人 就睡覺了 是吧 可不可以的 你有沒有看到呢 身體裡面的東西 一定會在外面有些反應 你中醫所說的 暗文文哲 是不是 你看著一個人 都可以有問題 你為什麼看到呢 因為裡面的東西 就反映了在你的臉上 反映了在你拍攝錄的時候 的姿態裡面 反映了在你本身 整個人的形態上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多點留意一下 身體上的問題 譬如說 我真的經常有幾聲噴 不過沒事了 不用去治療 這樣你就要警惕了 因為這種咳的狀態 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來的 為什麼 因為正常人不會咳的 對不對 所以要小心一點 多點留意一下 注意保暖 注意一下身體的一些狀態 我可以喝多點暖水 吃多點粥 團治一下身體 譬如你說 我經常有頭暈頭痛的 唉 一點點頭暈 頭痛頭暈 不用去治療 那你又要警惕了 因為蔡醫師今天跟你說 真的任何東西 就是反映在外面 是不是 你有什麼症狀的 反過來 這個症狀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哪裡 第一個原因 當然是在 五座六虎 大家所說 五座六虎 當然是其中的一些肌理 但是今天 你聽了我的講座 你會發現 原來有些病 最根本的原因 在哪裡 原來呢 你經常頭痛 原來你經常太生氣了 一陪到 露了幾上 那樣 哇 火上了 就是你頭痛 頭痛 頭暈 是不是 哇 經常憤怒 太多 很容易有些嘔的狀態 經常想哄 嘔嘔 不容易 哇 經常憤怒太多 頂住頂住 呢 原來呢 最根本的原因 第一,你以為頭痛和你的情緒無關的 它就是和你的情緒無關的 所以有專愛,必定專愛 多點留意一下自己身體的狀態 留意這些身體狀態之後 不一定要去醫治它 你才要找那個原因在哪裡 原來我經常罵自己的先生 原來我經常罵自己的子女 罵得很凶惡的,很凶狠的 這樣會不會可以修煉一下 發現原來蔡醫師修煉了之後 我已經好了 我已經好了 我打少了麻將之後 我已經好了 代表著什麼呢 你自己都可以調整到自己的身體狀態 你再看看 分享這個病例 這個樂極生悲的故事是怎樣呢 就話說,在很久以前 我老師的病例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就話說,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生 有一天接到通知 就說,二十幾年前,二十三十年前 就收到,說自己錄取了成為國家的空軍 我回南約 說,好夜啊 是不是一個農村的女生 說,做到空軍 說,在這裏光明 整條村都是 說,當時又選過國家空軍 很開心這個女生 踩單車 一邊笑,騎著單車回家 很開心 忽然不對勁 然後,家人發現她要回家之後 都不斷在那裏狂笑 打開笑 哎呀,笑笑笑笑笑到晚上還在那裏笑 叫她停都不停的 這家人發覺有問題 於是就打電報 就找到我老師 又騎著單車才進去 因為當時很落後的嘛 說,其實兩、三天之後才來到那條村 為這個女生診節 當時這個女生 笑得太厲害 開心得太過 正所謂開心到瘋了 哇,你看這個女生的時候 臉色都已經拍了 是幾天都沒有大片 哇,整個人的狀態很靜的 但是連她都在笑 就是起了氣門 那些氣哭得太慢 我們就知道大片出不了 於是當時呢 我的老師就開了一個 卸下的通大面的藥 將那些熱呢 卸走了出來 那這個女生的臉色就好了很多了 但是有人聽她的家人說呢 就說當晚卸出來的大面呢 是幾厘外呢 都聞到很臭的 有些好客人的臉 大家吃完早餐 不禁止了 就頂得住 即是說的是什麼呢 這個女生轉變紅了 給我們的兩個啟事 第一,中醫呢 對於調治情緒精神的問題呢 可以調治的 第二就是 原來呢 五臟六腑的問題 真的可以影響到我們的情緒 情緒又可以影響回我們的五臟六腑 這個病例呢 帶給我們的啟事 就是這樣 但是呢 最終這個女生呢 過了幾年之後 那個老師又打個電報給她 就是問一問她們 你的女生最近怎樣啊 原來這個女生呢 她之後呢 過了一年幾兩年呢 又發生了一些情緒 令她很刺激的事 結果呢 醫生救到她了 那就已經送了她精神病病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是 第三個計势就是 原來呢 觸準時機 來去看病呢 都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你發現自己 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不要怕了 問一下朋友 問一下醫生 問一下自己的家的醫生 問一下子女 問一下 我最近真的有點頭暈頭痛啊 最近呢 又有些 怎樣怎樣 問一下 告訴他們 不要怕 所以呢 中醫呢 我們一來看的時候呢 就好像是一個開鎖像 我經常這樣圓 就好像呢 是為你配一把適當的鎖匙 一把鎖匙叫怎樣啊 很多個孔的 很多個孔仔 很多個刺孔的嘛 一定要配一把最漂亮的鎖匙 才能夠打開你身體的把鎖 令到病更好 對不對 所以中醫呢 我們剛剛和大家說 有天內 必定不尊愛 身體有目的東西 一定會反映在身體外面 我們的身體呢 又會受我們天氣影響的 對不對 比如好像秋冬季了 天氣比較乾燥了 人呢 好像真的容易傷過快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好像真的多些人減掉了 減掉了 減掉是容易一點的 不過我們的身體呢 原來真的受天氣影響 因為初冬季 還要注意保暖 喝多些熱水 吃多些滋潤的東西 蒙椅 雪椅 白鴻 太子森 蜂蜜 蒜蜜 蒜蜜 很多東西可以吃的 不一定要吃到一些補品 那些食用補一點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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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的 很多植物呢 已經有非常之好的補养器作用 再看看 有些這個病呢 一定會有相應的補养器 就像剛剛說的一位女生 她有些精神的問題 說開心太過了 開心到瘋了 我們了解了她的肌理 原來她的結 頂住了在腸圍裡面 射走一些結 情緒問題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那個肌理 就有個治法 要知道自己的肌理 最重要的是 在病因裡面 即是今天大家都可以 是自己的癖師 我們說到情供水的問題的時候 你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的 是吧 你知道你的頭暈頭痛 怎樣來的 你自己知道的 原來是真的生氣太多 原來真的想太多 原來真的害怕太多 原來真的害怕太多 原來真的太開心了 不過這個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就要用這些適當的方法 來糾正我們身體的不平衡的狀態 怎樣糾正 除了自己的背後之外 我剛剛教大家的這個 前置五行深刻法 都很重要 至少記住滑河令人扭血的狀態 怒黑思恨 多些做一些衝擊的東西 克制這個思慮鬱結的狀態 至少可以做到這樣 是吧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講的這四樣東西 大家都清楚 大家都了解了 情緒的問題呢 其實中醫也有些相應的治法 針灸 針頭 針手 針腳 甚至針耳朵 都可以了 原來耳朵也有很多的面位 中醫有很多的方法 中腳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能夠遇到大家 但這些方法呢 大家帶走 你只能夠把醫師看 才用到這些方法 你不要跟我說 醫師我買了針 我今天準備針一下頭 不要 不要 有些方法呢 是自己 可以跟自己做的 有些什麼呢 太生氣的時候 就是 喝玫瑰花茶呢 有一種 行氣 活血 的狀態 令到那個情緒 有一種 安慎的狀態 但是 玫瑰花茶呢 就偏向溫性一些的 所以適合一些 平時四肢 偏向怕冷一些 人偏向冷一些 或者 面積比較白一些 身體比較瘦弱 少少的人 在喝玫瑰花茶 如果適合 那 那個情緒 不是太好 好啦 有些反應的東西 那個氣 都溫結了 喝些玫瑰花茶 可以 第二樣東西 合歡花茶 是些什麼呢 光光和玫瑰花茶 吊一轉 合歡花茶呢 是偏向涼性些少少的 所以適合一些 平時 面紅 異性多些 下熱多些少的 同時 有些思慮溫結的人 飲用的 所以合歡花茶 和玫瑰花茶 第三樣東西 都很重要的 找一個靈聽者 找一些人 去聽一下自己 情緒上 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聽一下自己 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其樂少了 有時 認識很多朋友 和這個朋友 聊一下自己的東西 真的搞不定 和心衣聊一下 是不是 和 追求聊一下 是不是 都很好的 是不是 一個靈聽者 非常之重要 舉起 舉起自己 在情緒上 一些大家想不開心的東西 一個靈靈者 比起 回味花茶 和學卿花茶 可能更加好 是不是 找一下自己的子女 啊 帳婦啊 都可以聊一下 第四樣東西 是什麼 剛剛跟大家說的 這個情緒 五合 深刻法 就是用五合的方法 用情緒 刻制情緒的方法 而你也要去調製自己的情緒 用你身體裡面有的東西 來幫自己治病 是不是 不用靠生命 有時候 在一些很輕的狀況的時候 就是發覺 最近真的 有點不開心 看一下笑片 最近呢 就是笑得太過了 看一下哭的片 或者真的哭一下 思慮得太過了 用怒氣的 做到運動 做一些很聰明的東西 怕得太過了 想太過了 看下書 思考一下 計算數 是不是 開心得太過了 怕一下 看下這部片 是不是 身邊的人 怕得太過了 你就 開心得太過了 你就能說一些驚嚇的東西 給他聽一下 可以自己可以調製到 其實 所有的問題 所以 最後跟大家總結一下 總結一下情緒的問題 我們所講病從露起 情緒的本質 我們揭開這些神秘的面積 去看一看自己的內心 看看自己有沒有保守好自己的心的時候 這個情緒的本質 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呢 用病從露起 要帶出不明的主題 露起 大家一開始 說會引致什麼病 高血壓 高血壓 高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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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那個病的根源在哪裏 我們要醫的不是症狀嘛 對不對 你以為你吃了止痛軟之後 下次不痛嗎 有機會的 下次不生氣就不同了 你要維持這個症狀在哪裏 就是不要單純 你說這次吃止痛軟 止痛軟就算了 是發燒退燒就行了 不是的 中醫不是這樣看的 我們要看到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所以今天我們講病蟲露氣 病蟲露氣之界 大家要留意 原來很多不同的身體的問題 是由於甚麼引起呢 情緒可以引起 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知道病蟲露氣 可不可以真的修煉一下自己的露氣呢 就是這麼多不同的東西 令到我們真的太生氣的時候 可不可以修煉一下自己的露氣 平和一點點呢 可不可以做一些舒展身心的狀態 多一些在其樂小組裏面 大家一齊去 接下來吃自助餐 是吧 又去參觀國問號 去吧 去玩一下 是吧 打通一下一些鬱結 在陽光底下 今天好多太陽 在公園裡逛逛 為甚麼要問在家 是吧 跟朋友去聊聊天 找個聆聽者 是吧 帶一杯茶 沖一下玫瑰花茶 沖一下玫瑰花茶 沖寬花茶 是吧 是吧 所以不是你沖到蜜糖水 也可以是吧 是吧 有些太子心目 也算的 是吧 很多事情 能夠做到 不單止 即是不是止痛 我們要找這個病因 你憤得太過導致的頭痛 你不憤他 就不會頭痛 或者你打通了一個鬱結 他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大家要記住 病從到起之間 第二就是 太多人 太喜歡吃藥了 我們現在社會上 充斥著的是 吃藥的悲病 即是有些病人來看我 醫師也很頭痛 好啊 我問問問問問 很多東西 不過醫師也其實呢 在吃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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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補結品的 即是他們當補結品 其實補結品都是藥來的 都是提煉出來的 如果它影響不了你的身體 那補結呢 即是影響到你身體的 就是藥來的 藥就是糾正你身體的一些問題 但有時呢 如果你自己不認識的時候 糾正錯了 那反而 動考反全 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先不要 依靠食藥 不要依靠醫師 一些小病小痛 其實 當然要做 最好 如果大家害怕 可以找醫師去做一段證 但其實呢 你可以嘗試一下 今天 找清楚的病因 不要常常抱著那麼多藥吃 先 是吧 可以先調治一下情緒先 即今天講了 先調治一下情緒先 去問問問 先 吃一下自助餐先 不過自助餐都不建議大家 吃太多 就是不要 不要吃太多 即是太多都不好 任何東西 當然也不要吃太少 蔡醫師說 太少太多都不好 又不要吃兩盒飯 就算了 那就虧了 那就虧了自助餐 你記得太過太少都不好 而是呢 要找身體真正的病的原因 在哪裏 多些大家去思考一下 去想一想 即食藥的肺病 我覺得要在這裏 和大家要治罪 即是不要常常覺得 這個東西呢 那個人吃了 挺好的 好像挺精神的 不一定適合你的 不一定適合你的 要小心點選擇 那第三個東西就是 是和大家介紹的 即是中醫裏面 所蘊衡的這種 對於人的精神 對於一個人 你不會聽西醫教你 你怎麼調節自己的情緒 醫生我怎麼調節自己的情緒 那你呢 那你呢 就要用五行 火套金水西醫不會和你這樣說的 是吧 都是做運動 喝喝水 是吧 我們中醫就有這種 中華文化裏面 我們人民的情懷裏面 是吧 我們中醫是一個 醫療的醫學 不是說疼痛 指痛癢 不是發燒 去燒 我們要穩身在裏面 真正的肌理和病人 然後去調整一下 今天如果你 不是要找醫生看 你自己想試一下自己 調節一下情緒的時候 你就是自己的中醫了 是吧 你能不能夠認識到我們中華的那種文化 今天懂得這種情緒不行生態法 懂得怎麼調節自己的情緒的時候 試一下作為自己的醫師 去調整一下自己的情緒 是吧 我見有些朋友很好啊 抄了一些屁股 又拍下一些東西 回去真的要看 是吧 真的要去認識一下 情緒對於自己的身體有影響 今天呢 你見到身邊的人發怒 見到身邊的人想事的時候 你跟他說 喂 不是過 聽了錯醫師的講座 他說 今天我學了 我生氣到九月就沒事了 這樣就過了 再過了 再過了 逐點逐點做 先由運動做起 先由自助餐到 開心一下 去一個文館試一下 下一次又去什麼 讀一下經試一下 又查經少了我們 一起去提升自己的靈魂 開始先 是吧 唱一下詩歌 讚美粗 跳一下 很好的東西 這些都是 但是大家也要記住 我們呢 要慢慢的 嘗試去多一點 自己的情緒呢 是有一種新的提法 所以呢 其實是一種的修行 好了 那今天呢 我所要講的呢 就大概是這麼多了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喜樂 平安 好 好